戶外口罩令已经解除两个多月 走出校门的小学生还是紧紧带着 来接孩子的家长也几乎都遮住一半的脸 云林的工业区蛮多的 所以反正就比较容易 对 口罩不敢发射 小朋友他是过敏的 所以就是特别严重一点 就是要阻挡三空气 这波空污中南部有好几天都笼罩在灰色天空下 有民众从台中大渡山 往火力发电厂看过去 惊讶地发现几乎被雾霾包围 根据监测 19号早上台南AQI152加1161 拉起红色警报 云林斗六和昭化园林 则为橘色提醒等级 污染物持续南下 20号中午高雄大辽小港屏东潮州等地 AQI都标到150以上 一片红通通 在固定污染方面 我们会通知这个叶子 自主的一个降载减排 雲林工具方面 也请他们做好一些覆盖以及杂水 云林高雄台南屏东纷纷启动应变减缓恶化 大环境空气差 境外污染占四成 其他都来自境内 固定污染源像是中火星达以及麦寮电厂 还有大型钢铁厂 而路上常见排放废弃的柴油车和汽机车 则是移动污染源 全台目前划设45处空瓶维护区 禁止或陷入高污染的车辆进入 地点包括医院港口和学校等地 透过车牌辨识系统比对定检资讯 用意在保护孩子 他的一个呼吸的健康权利 空污来源不止一种应对方式 需要多管齐下 在生活中节能减碳落实省电也相当重要 能为污染物减量尽以分力 带来新闻中部综合报道